歡迎回到現場 來 素欣 對 因為大家剛才講到這裡 就發現說 他們現在認為有可能是親人所為 就是這幾個人裡面 那這幾個裡面 有一些是爸爸媽媽 有些是親屬 那你就說奇怪 怎麼可能假設是爸爸媽媽 怎麼可能忍心看 自己的孩子這個樣子 那你說可能是為了錢 或者為了什麼都可能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是生病 之前高雄長庚 曾經有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那個媽媽還有三個孩子 那三個孩子 幾乎是從在牆寶裡面 就開始一直看病 想說這三個小孩怎麼這麼難帶 一天到晚都在看醫生 那很小孩不會說話的時候 當然媽媽帶來說他怎麼樣 醫生就算他怎麼樣 媽媽居然會說 你知道嗎 這個小孩子才牆寶裡面的孩子 他說他失眠 他都不睡覺 然後就帶去看病 然後就拿藥 拿藥之後他就餵小孩對不對 後來三個小孩漸漸大來 怎麼還是一天到晚在看病 可是這就會說話 比如說家長還是帶著這個 比如說已經是小學幼稚園小孩說 媽媽說晚上都睡不著 失眠 你看都不大 所以都養不好 那這時候醫生就會開始問說 你為什麼都睡不著什麼 他就發現很奇怪 小孩子的反應很怪 好像說反應很遲鈍 然後也沒有說反應說 他真的睡不好這件事情 後來開始醫生 漸漸漸的去問一問一問 才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是媽媽就自己認為說 你這樣一定是睡不好 就是媽媽把他投射 才發現媽媽心理狀態 叫做代理性的陽病症 以前那種陽裝生病的陽病症 通常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可能有一些心理狀態 我覺得我需要被關注或幹嘛 我就一直說我生病 我頭痛 我肚子痛 我就一直看醫生對不對 他這個狀態是 他讓這個小孩生病 來顯示自己的存在 就是說我每天我需要照顧 你看我孩子這麼可憐 他長不到他生病 我就每天去照顧他 我真的是一個好辛苦的媽媽 他不就有這樣的過程 他不是 他就另外一種疾病 他就藉由這種過程去覺得說 我真的是一個好辛苦好辛苦的媽媽 我的小孩好需要我的照顧我 所以他一直給這些小孩吃藥幹嘛 就讓他生病 所以你說 這是一種生病 對 你是以為說 他怎麼忍心下藥自己的小孩 沒有 因為他是一種生病的狀況 他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我好像是一個 真的這種媽媽的存在感 特別強烈 甚至國外也有那種 就是故意都在牛奶裡面下毒 就是為了讓孩子生病 一直在自己旁邊 也有的 然後證明他的存在 然後你看小孩沒有我怎麼辦 怎麼辦 對 我真的累死了 我真的拼成這樣子 每天照顧他們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對 他那個存在感 才有真實的感覺 肅心剛剛這樣講 他就講出了一個就是說 你做一個父母在帶小孩的過程 你可能會做出的一些助益 那這樣子的話這種事情 怎麼還會發生呢 來 我還是要回到案情的部分 因為這真的很匪夷所思 你想想看這個案子發生在上個月 那檢察官現在一直質疑一件事情 你小女嬰送到馬街是最後一站 那馬街後來也驗出來說這是高納 那就知道可能是跟鹽有問題了 可是這報告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身為女嬰的爸爸 你為什麼會之前幾天就先把奶粉去送鹽 那動機是什麼 這裡頭如果我們發現背後那隻黑手 你是說他當時還不知道是高納的時候 對 好 那我們要先 可是會不會在新北市的領口 扳台的時候就知道是高納 一定要先讓我把他講完 不管我可能會不太了解 這裡頭就要分 如果這背後不是故意的人 不是故意的人在我剛才一直強調 女嬰的爸爸送奶粉去驗的時候 你就應該跳出來了嘛 啊 是我啦 我敢的那那那那那那 那如果是有故意的 就回到鄭大哥所講的 他在旁邊也許是冷笑著看好戲 也許是也是很不忍心的在看 好 那這時候其實發現 還是要回到爸爸 你為什麼要送 這時候就有兩個動機出來了 我坦白說報紙寫的這一段話 其實報紙已經一有所知了 報紙什麼寫呢 他講說檢察官歸納兩個原因 你會送 第一個 你想要提供馬接 提供醫院 就是馬接醫院一個 一個 你提供的協助 說你看我又把奶粉送去 後來發現這奶粉好像有問題 但也不排除 這句話才是重點 你是不是對奶粉公司有所求 但我要講 檢察官是不是這樣想 我不知道 檢察官也沒 承辦人員也沒跟我說 但你報紙這樣子寫的一有所知 我覺得我們現在 因為還不明朗 我覺得各種可能性 我們都不要排除 我們現在只在推斷它的合理性 我再講一個事情 你說 如果是小孩 不管是阿嬤 或是阿公 或是小狗 或是爸爸媽媽其中之一 平方是都在泡沫讓小孩吃 為何不讓他漏洩或是不讓他碰風 所以我們加鹽 你會說嗎 會 會啊 會說 他碰風 我看我們加一些鹽 好不好 那我偷偷加這個 這是錯誤的 不是 你聽我說 我還沒講 我們現在在推理案情 不是說這對不對 第一 先徵詢說 我加一些鹽 好不好 就是一種 媽媽說不要啦 你買的那個不對 第二種是說 你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把它加下去 你如果跑 看到不對 你就說 我有加鹽喔 第二 第三就是說 准說大家都同意加 你加多少加多少 你不會加那麼多 不會 而且應該通常是泡的時候 才捏一點點進去 誰要給扣出來就拉拉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想到 有沒有另外一個可能 就是說 比如說 有時候比如說 我覺得對你很不爽 我就故意要讓你照顧小孩 很幸福 假設 我會想說以為加一點鹽 不會怎樣我給你倒下去 所以這件事第一個發生的時候 我想說 家裡有沒有什麼傭人之類的 因為以前曾經有傭人 就是很生氣那個老闆 所以故意虐待他們家老人小孩的 也有在煮飯的東西 亂搞的也有 所以那時候第一時間 你說家裡有沒有傭人 他說沒有 我說因為通常有時候 他是本來只是想要說 給你難 給你買錢 他就很難帶 你看看你聽不懂 可是沒想到事情搞大了 搞大的時候 我會不會因為這樣不敢承認 因為我本來沒有想到怎麼樣 但是沒想到鬧得這麼嚴重 有一個網友他就講 他說他其實碰到類似情況 他說他的小孩是誰 幫他放鹽巴跟味精 連味精都加 然後放在奶粉 但是他發現小孩的情況不對 馬上就發現 然後馬上就送醫了 然後就追查 後來是誰 你知道嗎 阿蘇 為什麼 因為他嫁進來 這個夫家的人很疼他 他們家開工廠 他不用工作 阿蘇要做工作 因為阿蘇已經很熟悉 在家裡面這樣 他沒有拿薪水 他心裡面非常的不平 因為你如果滾滾滾滾滾滾 你本來就不用發薪水 他說加進去那裡不用 我生一個小孩 大家又這樣 疼命一疼 好 總不需要讓他好過 總要把他加鹽巴 但是沒有要置他於死地 就加鹽巴加味精這樣子 所以他馬上發現小孩子 第一個他喝的量 馬上就不對了 再來小孩子一直哭嚎 所以他馬上送醫 然後把那個牛奶自己調 不對啊 這牛奶怎麼會 這麼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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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媽媽媽歡迎最快 對不對 小孩子反應也最快 因為他不吃了嘛 可是我是說不合理啊 小孩子的環境這麼激烈啊 而且你又是全職媽媽 那個反應對不對 我又呼應一下中國說的 一般來說應該是 小孩子有病的時候 第一個母親就會自己 喝這個牛奶是鹹的 結果他爸爸去送檢 你針對性很強 傑明的判斷 其實他只是沒有講出 不是 我們現在不能有針對性 我知道 我是說左手才送出去 送醫院 右手馬上 因為一般是我交給醫院的時候 醫院就自己會處理後面的事情 醫院會告訴你去警察 他沒有 醫院一定通常會怎麼樣 如果說你知道是奶粉出事的話 你不可能送醫院的時候 再去送奶粉 可是傑明 你不必要忘了 他是留職庭薪顧小孩 就表示他真的要專心 看那個小孩 沒有 傑明的一有所指不是媽媽 我知道他在指誰 但是我用另外一個比較圓滑的說法 我們用消去法好了 來 這個 裡面有一個就是爸爸的哥哥 我們叫大伯 還有嬸嬸 就是伯母 他們有兩個小孩 這個是等於是小女嬰的 唐哥跟唐妹 年紀都很 唐姐 你現在也小 排除了 一個小姨 一個四歲 已經排除了 為什麼排除要跟大家講 因為那個 鹽巴跟奶粉放距離超過兩公尺 所以他們誤放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高度不一樣 因為高度差1.5公尺 所以那個小孩沒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咬下來把它摻在一起 好 再來 媽媽被檢查彎留置最晚 一直在問一直在問 為什麼 因為承辦人認為這個媽媽 像一張白紙一樣 你還沒有被串供套招過 從你這邊一直問出來的東西 證據力會比較強 好 那假設我也把媽媽排除 我相信說是我自己排除的 排除掉啊 剩誰 剩女嬰的爸爸 剩大伯 伯母 阿公 阿嬤 還有小姑 就這樣嘛 那檢察官不是又爆出一句震撼的經驗之語 說掌握了秘密證人嗎 假設這秘密證人又是這六個裡面其中一個的話 那剩五個了嘛 那就代表什麼 這樣去兜的話就是 我從你媽媽這邊問 一定可以問出你們家的經濟狀況 你們家裡面的不合情形 從你這一定問得到 掌握這個秘密證人是因為 他可能有看過 這個動作 那你再這樣就兜起來的話 檢察官就說 嚇出 故意放鹽巴那個人 你趕快來自白嘛 叫大家知道檢察官辦案的邏輯 所以理事說明天知道知道 什麼人快樂 對啊 因為檢察報告明明就知道 為什麼要改真治案就是快樂 他治案的話 我吐不了